要追问题油 现在检调要再度搜索顶星屏东厂 查控号的电脑主机来追查顶星和大桶生意往来到底有几年 另外也特别针对查封的红色油桶来抽油送业 最近状况马上连线备 而主播持续追查问题油的来源跟流向 屏东检调是进入到了顶星的屏东厂 带走了电脑主机跟部分的文件 希望可以从这些文件还有主机的资料 找到更多有关于问题油的来源流向的一些蛛丝马鸡 而顶星的检验报告昨天晚上也出炉了 平庸县卫生局今天上午持续比对的检验报告 目前确定大桶提供的顶星黄橄榄油跟绿橄榄油脂肪酸的比例不符 而卫生局还是持续的比对其余的产品配方 预计在下午两点的时候会对外说明 而其实这个事件最让外界感到质疑的是 不仅这个顶星的厂方是采取拖延战术 平庸地检署也被外界质疑说 这个查扣的动作真的是有点慢半拍 因为平庸县卫生局早在上个月 就已经对顶星的平庸厂进行两次的查扣 甚至当时彰化地检署都已经证实 黑心油的流向确实是有流向了顶星 但是平庸地检署却坚持有品必须要先送宴 报告出入后才能搜索 让这些问题又在市面上多流通了十一天之久 不少民众都觉得说平庸县检方能慢半拍 也让外界是炮火连连 而卫生局持续比对这个顶星其余的有品配方 预计最快的下午两点就会对外说明 三项情况就把镜头交还给彭丽主播 好的谢谢贝如来看到的是 现在警告单位再次来追问题油 要搜索顶星油厂